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足于社会 信这个词非常重要 离是戒毒 不赢呢 赢广义的手 赢是泛滥 是过分 过度 离是有戒毒的 就到此为止 不能超越这个界限 我们人的生活 很简单 意识做行需求不多 只要能守住 不要有贪心 不要有傲慢 不要有愚痴 这人很幸福 很快乐 人与人往来 人与动物植物 跟大自然的往来 要有理解 理讲解 解是解毒 不超过 也不能不到 譬如 现在最近的三句功 那就是标准 就是合理 或者两句功 显得傲慢 我就四句功 那显得八戒 都不合理 所以一定要守住 这个戒毒 东方持过天王 持是保持 过是国家 那是从比喻说 持国里面最重要的含义 就是负责敬分 我们修身齐家 也就是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们担负起 什么样的职责 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把自己的工作 尽心尽力 做得圆圆满满 每一个人 在他自己岗位上 都能够尽忠之手 负负负尽职 这才能护持国家 他表的是这个意思 持国天王 手上拿的是琵琶 乐器 他也是表发的 这个代表什么呢 负责尽职 要做到恰到好处 不能超过 也不能不及 所以讲这是忠庸之道 儒家讲忠庸 佛法讲忠道 就像那个群一样 你要是群太紧了 它就会断掉了 太松了就谈不响了 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 这就是说 我们对人 对四 对五 都要有分寸 都要做到恰到好处 它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晓得 它的含义 佛家的经历 跟我们儒家的礼仪 它的精神 它的用意 完全相同 所以有礼 人就安 身心安稳 无礼 身心就危险 这个社会就不安定 舍佛也是如此 大家都遵守戒律 每个人身心安稳 圣啊 这道笼啊 这能如道啊 如果身心不能够安稳 住下去 肯定从哪里得到 没有定 智慧怎么能够兴起 凡夫 无时戒以来的烦恼吸气 放任惯了 我们家随随便 放一惯了 这个是过时 一定要收敛 收敛的标准 在佛法里面就是 戒略 为宜 要用世间法家的 就是礼仪 样样样厚厚厚礼仪 用礼仪 来规范我们的深刻行为 要端正 端庄正直 这个唯一就是那些 把自己所学的 全都表现在 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在学业 你就能想到 大家天天生活在一起 每一天见面 相敬如饼 这个礼仪不能少 不能随便 古时候 夫妻 这是最亲密的 你看相见面 还举暗其美 这行大礼 为什么听得这样做 他在半年后后 随便一点 就会起冲突 为什么呢 恭敬心 我心恭敬 外头没表现 不行啊 表里如意 这恭敬不能缺少啊 成婚定心 这个礼仪不能废 不要认为 这是小四 小四有大道理在啊 小四废了 倒就没有了 社会就乱了 人心就堕落了 什么方式 文系者永远不会坠落的 就是小小礼仪 佛门里面为 你看沙米利益里头 是条街 二十四门 唯一 地子规里面 借条少 唯一多 里面说 都是规矩啊 人与人 在一起生活 人与人交往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都有个标准 唯一注尺 有责 规则 不能乱啊 家有家归也 故有过法了 所以佛教 为什么 对我们一举一动 都有许多戒律的约束 因为它影响心理 慢慢从生活形式上 培养良好的习惯 心自然就会定下来 所以这个戒律是帮助你的定义的 它是一个方法 不是目的 戒律是方法 帮助我们的定义的 神就情景了 神是真情景了 为什么无情景 有贪爱这个情景 所有无量无边的污染 都从贪爱上的 所以贪爱是三度的根本 因为贪爱 你才有迟 你在实施真相 搞不清楚了 因为贪爱 才有嫉妒 因为贪爱 才有惩慧 同时从着身 所以 能把贪爱 断掉了 心就真的 清净了 行固作物 身心清净 自然与戒律相应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无上甚深禅 这很多人不知道啊 不但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无上甚深禅 再告诉诸位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无上甚深密咒 是咒中之王 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 不但是净修了 禅也修了 密也修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